属清原形思之法系 中陵建昌,江西永修,仁,俗姓王 少于石门出家,出参百丈淮海,历二十余年,为物玄旨 淮海世纪后,参业里周耀山为眼,并似其法 后驻于潭州,湖南长沙,云岩山大阳宗峰,故又称云岩潭盛 五宗会昌元年,义说文宗太和三年,世纪,世寿六十 世号,无住,义说无乡,大师 其法寺有洞山梁架,神山僧密,信山剑洪,幽西等 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陆卷十四,连灯会要卷十九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六,世世基古略卷三,五灯岩筒卷五,批六千两百三十一 谭吴臣,南朝流宋时代森 身足年不祥 福丰,陕西咸阳,人,俗姓马 十三岁出家,至长安从雪鱼揪摩罗时 寿后秦瑶兴之音后供养 后以长安为难,失岁难行,驻于淮南之中寺,讲说涅槃经及大品斑若经 常语言言之,和尚之论时相之矣 这有时相论,明见论等 于原家年终,四百二十四,四百五十三,世纪,世寿六十四 梁高森传卷七,批六千两百三十二 谭吴罪,北魏森 武安,河南,人,俗姓董 自少出家,博通经论,律典籍如学,颇为识人推重 出于邯郭重尊寺讲戒律,后奉斥著于洛阳荣爵寺,宣讲涅槃,华言等经 菩提流之对诗集为理重 欲之为,东土菩萨 将诗所者大臣一章一书翻传天竺 天竺沙门称师为,东土圣人 正光年间,孝明帝诏师与道士将兵对辩佛 到年次之先后,将兵无辞以对,遂遭流放 诗于佛法之中心,贡献极大 后不知所终 身足年不祥 旭高森传卷二十三 洛阳嘉兰纪卷四 批六千两百三十二 谭吴杰,泛名Darmadgatha 亦菩萨之名 全称达摩玉加陀 亦做法圣,法勇,法上,法起 为众乡臣之主,常宣说般若波罗密多 常提菩萨的诸佛,菩萨之助力而道彼国 文此菩萨宣说般若 大智度论卷九十七 华严经探玄纪卷十五 二唐戴森 幽州人,俗姓礼 幽魏沙弥,勤修苦行 文法宪等功见佛国 凯然有西行之志,乃入流沙 金归姿,书勒诸国 敬至寄兵,求得官室应受寄金之范本 后夕入岳氏国天竹界一代 为姬石密魏梁,随伯泛海 达广州而归 其后不知所终 申足年不祥 梁高森船卷三 批六千两百三十二 谭吾德,泛名德摩格特克 巴黎名德摩格特 德摩格特克 德摩格特克 为小臣二十步中法藏不知足 又做谭摩多,谭摩德 谭摩区多加,达摩极多 意义做法阵,法镜,法藏,法护,法密 系佛陀入灭后百年寝 赴法藏第五是幽婆多五弟子之一 据四分律形式超资十计卷一上 大四灵,一七六中 谭吾德,义云谭摩多 此番法阵,义云法护,法镜,法密 令据大方等大吉经卷二十二 大一三,一五九上 我涅槃后有诸弟子 受持如来十二不经 书写读诵 颠倒解义 颠倒宣说 以道解说 赴隐法藏 以赴法故 明谭摩多 是以 谭摩多 为赴法之以 幽婆离于首次结集律葬时 由其分为八十四宋出根本律制 此即八十宋律 后经传承发展 谭吾德乃从八十宋律采集而建立一部 称为谭吾德部 又称法藏部 所传之广律为四分律 为五部律之一 故所谓四分律宗 即指谭吾德律宗 以谭吾德为开祖 而由唐代道宣大臣之 又四分律大宏于我国 故于我国佛教史上 单说律宗时多指四分律宗 复应道宣长居中南山洪传律法 故又称为南山律宗 此即谭吾德不发展之结果 四分律是宗一记卷二本 可红阴一卷三 P6232 谭吾德戒本 泛名Dermagopteca Picu Partima K Astra 全一卷 后勤佛陀耶舍意 为小臣谭吾德不所传之比丘戒本 又作四分僧戒本 四分比丘戒本 四分戒本 收于大阵藏第22册 卷首载归禁记 其次为布萨说戒之一例 在其次列举武器法乃至七列阵法第250戒条 卷末记载过去七佛之略戒及流通记 本书有多种译本及改定本 据四分律含注戒本书续 四分律含注戒本书行踪记卷以上之一所载 本书之后 原位慧光 北齐法院军各众出一本 另据四分比丘戒本书卷上载 本书一出之前 另有古戒本 佛陀耶舍及众效古戒本而成本书 现存之戒本中 唐代怀宿所及之四分律 比丘戒本书卷 其戒条部分系由佛陀耶舍所议广律中抽出 道宣山定之心山定四分森戒本书卷 系对效佛陀耶舍 慧光 法院三本 并附戒条之名称 注释书有定兵之四分比丘戒本书二卷 道宣之含注戒本二卷 韩注戒本书八卷 原兆之含注戒本书科八卷 韩注戒本书行踪记二十亿卷等 西元一八七一年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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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译本书 收于Carti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Chinese中刊行 出三藏纪集集卷二 历代三宝集卷八 开源是教路卷四 P6233 谈无地 泛名Dharmasatia 有座谈地 异议法师 安息国人 善解律学 曹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 254 至洛阳 于白马寺一出 谈无德结魔一卷 开源是教路卷一 P6233 谈无蓝 泛名Dharmasatia 又称足谈无蓝 异议法阵 西域人 身足年代及来华年代不祥 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381 于阳都谢正西四传大比丘 二百六十届三部合一二卷 至太元二十年间 于该四前新一经 有关其部数 历代三宝纪卷七中 举出一足经以下 110部 112卷 开源是教路卷三加以简正 列举采连为王上佛寿 绝号妙华经以下 61部 63卷 其中 缺37部 39卷 所亦多位有关小城及神咒之经典 初三藏纪纪卷十一 大唐内典路卷三 古经义经图纪卷二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一 卷五 卷七 卷八 卷九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五 P6233 谈无称 385 433 泛名 Dharma Rakke 北梁义经僧 右座谈无颤 谈木称 谈无罗称 谈摩称 谈摩称 谈罗无称 意义法风 中印度人 婆罗门种出身 出席小城教法 奸习五名 讲说经辩 应答善巧 后遇白头禅师 得树皮之大班涅盘经 自感惭愧 改而专学大臣 年二十 能诵大小臣经二百余万言 师又善咒术 为王所重 识人称为 大咒师 后携大班涅盘经前分五品 菩萨戒经 菩萨戒本等入祭兵 又至归姿 然此二的多学小臣 遂东经善善至敦煌 北梁选史元年 四百一十二 和西王举驱蒙训 师入孤赃 呆之甚后 师于此学习汉语三年 遂着手翻译涅盘经之前分 当时由慧松 道朗等担任 比授 之职 后因涅槃经之品术不足 师碎赋于田 寻得涅槃经之余品 海姑赃后陆续一枝 凡三十六卷 经存者凡四十卷 其间并应会松 道朗之请 先后一出方等大吉经二十九卷 金光明经四卷 悲华经十卷 菩萨的池经八卷 菩萨戒本义卷等 凡六十余万言 十北魏太武帝文师 常于方数 浅时迎请 蒙训孔师之多数 未未所用 遂于师息归欲 更求涅槃经后分 后由唐代若纳拔陀罗所溢出 共二卷 途中 派遣赐克亥之 适寿四十九 其所义之涅槃经 是称北本涅槃经 南方则有慧言等 依法显所义六卷 尼环经 而再至之三十六卷 大班涅槃经 称南本涅槃经 由此遂导致涅槃学派之兴起 有关其所义之经典 朱经禄所记各不相同 出三藏寄即为其义经十一部 一一七卷 大唐内典路则坐二十四部 一五一卷 又据华言经书卷一载 师一涅槃经而立伴满二教 以身闻藏位伴自教 菩萨藏位满自教 北本大班涅槃经 序大班涅槃经 玄义卷下 出三藏寄即卷二 卷八 卷九 卷十四 梁高僧船卷二 卷三 历代三宝寄卷三 大唐内典路卷三 批六千两百三十四 谈华一千一百零三 一千一百六十三 宋代灵纪宗森 齐州 湖北齐州县 人 一说黄梅 湖北黄梅县 人 俗姓江 自应安 十七岁于东禅寺替法 十八岁受聚足解 出从水南清岁受学禅药 其后便参善之士 礼业环悟克勤 严授策利 复授克勤之命 入张教寺 是虎丘少龙 得四祈法 此后立柱诸沙 而于明周天同山大阵法化 施柱于归宗四十 大会宗稿在梅阳 曾记记称探 与大会宗稿 并称灵纪法系之二甘露门 孝宗龙新元年世纪 释寿六十一 四法弟子为密安贤杰 连灯会要卷十八 加泰普登陆卷十九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士士姬古略卷四 续传登陆卷三十一 大明高僧传卷六 批六千两百三十四 弹灰四百二十二 五百零四 南朝梁代比丘尼 成都人 俗姓清阳 明白玉 十一岁从西域禅师 梁耶舍兹受禅法 便玉出家 其母不允 岁头于法玉泥门下 世不染俗 后的刺史真宫之注 使得岁院 驻于成都常乐寺 有德行 明经论 诸明师虽极力问难 不能屈之 由世明文远近 门徒达千余人 天间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三 比丘尼传卷四 批六千两百三十五 谭瑞 一千九百一十二 一千九百七十七 陕西赋平人 俗姓孟 明博迁 一名田养名 出身书香世家 又习儒学 早岁曾游学于北京清华大学 抗日期间 在西北大学教授儒家思想 并在西安孔教会讲授十三经 大陆沦陷后 迁居香港 民国四十三年 一千九百五十四 应日本亚西亚大学之聘请 任该校讲师 讲授儒家哲学 同时入东阳大学研究 四十八年以 司马迁的史记笔法 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 该文且得到日本政府之奖励 五十年修完该校博士课程 并以大臣启信论如来藏元启之研究 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六十五年 英姬劳成疾 一年世纪 试授六十六 师曾接受日本真言宗传法院之灌顶 并在东京设立谭瑞经社 讲经红法 接引华侨入佛 师为人刚正耿介 请与讲学著述 诸数除上举之外 另有大臣启信论书要 比较哲学 为识论等书 批六千两百三十五 谈记 请参阅法聚经 谈经 请参阅法聚经 谈寻五百二十五百九十九 随戴森 洪农华英 河南领宝 人 俗姓杨 后迁居于河东郡 山西 二十二岁 由白鹿山北陵 落泉寺 从谈准出家 二十三岁受聚足解 情学戒律 并习宋法华 赋从僧愁修学止观 驻西龙山云门寺 于石窟修禅观 鸟寿皆成法阴 随文帝 重奉其得 浅室公吉 喜书 相聚等 开皇十九年 于淮州伯尖三四世纪 世寿八十 此季依据诵 原本续高森传卷十六之说 高丽本有义说 但据法院朱灵卷一零零载 诗于开皇初年世纪 世寿八十 批六千两百三十五 谭静 北魏僧 身足年不祥 以北魏太武帝悔佛 北的金像俱悔 失岁于南朝流宋孝武帝 四百五十三 四百六十四在魏 十 尾传提魏玻璃金二卷 鼓励造立佛像 已应当时需要 其经多杂俗漏语 且引用五方 五行之说 虽遭静至 燃堂 宋之祭 仍有信持者 出三藏祭集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十 开元世教路卷十八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二十八 批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影 静戴森 为揪摩罗石之弟子 曾祝道安翻一笔奈耶 能讲正法华经及光赞般若 听者于谦 遥心大家礼遇 即罗石至长安 师网从之 祝其一经 并整理成十论诸品 立五句之科目 罗石末后 岁七隐山林 于东静一夕末年世纪 适寿七十 其身足年不祥 这有法华一书四卷 并注释中论 梁高森传卷六 批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真 高丽森 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 六百一十 至日本 将儒教 以五经为主 彩色 绘画 纸墨之制法 及农剧等传于日本 为日本初期文化输入者之一 批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魔 一范语 Dharma 又做达魔 意义法 即保持自信而不改变之意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本 大四三 二三九下 法为鬼持 鬼为鬼犯 可生误解 持为助持 不舍自相 二佛经中之人民 据法院诸林敬法 偏听法不载 往袭舍为国须达长者 家内有二只鹦鹉 曾听阿南说四地法 欢喜持诵 死后转身为人 亦为谭魔 亦为修谭魔 批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魔 加陀耶舍 泛名Dharma-Gatellis 意义法声称 南齐易经森 中印度人 善利书 高地建元三年 四百八十一 于广州朝廷四一出 无量易经易卷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等不详 开元诗教路卷五 历代三宝祭卷十一 批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魔诗 右座谭魔池 意义法会 法海 西域森 善奉送阿皮谭 赴善池律 前秦建元年中底长安 于建元十五年 三百七十九 送出十送比丘戒本 此戒本中 众学法有一一灵法 总计比丘大戒为二六灵戒 与现存之戒本不同 同年 僧存 弹冲等由归资国沙门佛屠迷传来比丘尼戒本一卷 教授比丘尼二岁 谭文一卷 下座杂十二世 杂世等 诗意意出之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等不详 彼奈耶续 初三藏纪及卷二 历代三宝纪卷八 开元世教路卷三 P六千两百三十六 谭魔流之 泛名达玛 罗塞 亦亦法勒 法兮 亦兮玉森 通小绿藏 后秦红十七年 四百零五 至长安 此前 有祭兵沙门佛若多罗送出十送绿之大半 师乃应遥兴之请 送出其余 揪魔罗十一支 凡五十八卷 此乃我国广绿传一支薅使 其后游化诸方 红传戒律 或位于梁土世纪 梁高森传卷二 卷六会远传 初三藏纪及卷十二 历代三宝纪卷三 卷九 开元世教路卷六 二南印度人 宿至宏道 北魏景明年间至洛阳 锦明二年 五百零一 于白马寺一出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金二卷 正史年间 一出信力入印法门金五卷 金色王金一卷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等不详 又继续高森传卷一菩提流之传载 后周天和年中 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之 奉赤一出婆罗门天文二十卷 以年代烧池 孔非同一人 历代三宝纪卷三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元世教路卷六 P6237 弹摩耶舍 泛名达玛 亦亦法明 法称 寄兵国人 少好学 长通经律 以梦中德伯插天王之教士 而起尤方之志 于东进隆安年中至广州 驻白沙寺 以善送皮婆沙律 故人称 大皮婆沙 十年以八十五 一夕年中至长安 遥兴大家礼敬 与谈魔爵多于长安 一出设立福阿皮谈论二十二卷 现存三十卷 其后再至江南 驻于荆州新寺 大红禅法 四方求化者达三百余人 留宋元家年中 辞归西域 不知所终 其弟子法度 亦通小贩 汉语言 设立福阿皮谈论序 梁高森船卷一粒带三宝剂卷八 开源式教路卷四 P6237 弹魔加罗 泛名Dharma KLA 右座弹科加罗 弹魔科罗 弹科罗 意义法师 中印度人 自幼聪明 通节四费陀 自卫天下文理 吸在心腹之中 后月阿皮谈心论 茫然不解 请依比丘夫讲之 使物因果之 礼妙达三世 自此病弃是乐 出家精进 送大小城经典集诸布律藏 曹魏皇初三年 222 至许昌 一说家平二年 至洛阳 家平二年 250 于洛阳百马四 一出僧子律 借本一卷 并请范僧 制定结魔法 传授戒律 为我国受戒度僧之使 其后不知所终 梁高僧传卷 以四分律 三凡捕雀形式超卷中一 四分律形式超资 持记卷中一 佛祖统计卷三十五 开源式教路卷一 式式肌骨略卷一 P6237 弹魔密多 356 442 泛名 Dharma Maitra 右座弹魔密多 异义法秀 南朝流宋时代 易经三藏 继兵国人 七岁入道 博览群经 特申解禅法 尤方洪化 金归姿 而至敦煌 后入梁州 于公府五威之 旧寺 营建堂舍 大洪禅业 宋元家元年 424 入蜀 后底建业 指于紫环寺 道玉龙圣 帝后 聚从师请解 于紫环寺 一出五门禅经 要用法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观虚空葬菩萨经 各一卷 并以禅道教授学徒 人称 大禅师 又称 连美禅师 其后赴茂县 浙江宁波 见四化重 元家十年还建业 指于中山定灵下寺 十二年 令建上寺 以为安禅之所 并亦出禅密药经三卷 元家十九年七月世纪 世寿八十七 据开元世教路卷五等所在 师所义经典 除上举之外 另有虚空葬菩萨神咒经等 凡十二部 十七卷 初三藏祭吉卷二 卷十四 梁高僧传卷二 神僧传卷三 历代三宝祭卷十 P6237 坛摩绝多 印度僧 僧族年不祥 师与祭兵沙门 坛摩耶舍于东晋安地一夕年中 四百零五 四百一十八 至长安 姚秦鸿使九年 四百零七 至十七年 于十阳四一出设立福阿皮 谈论二十二卷 或三十卷 二十卷 历代三宝祭卷八 开元世教路卷四 P6238 谈摩皮 泛名Dharma Priya 又做谈摩碑 意义法爱 祭兵国沙门 气宇明明 长存红教之志 前秦建元年间来华 建元十八年 三百八十二 送出纠摩罗拔提所献之贩本大品 领班若经佛护 一说诸佛念 一知 成摩赫罗若波罗蜜经超五卷 父辈诵八间度阿皮谈及二族论 其后不知所终 出三藏祭集卷二 卷八 卷十 历代三宝祭卷八 惠灵音义卷八十 古经义经图祭卷三 P6238 谈摩罗西域乌厂国沙门 右座僧摩罗 聪慧立根精通佛法 于北魏嘉平年间249253到中国魏九及通小魏语 历书 凡所见闻 无不通达了解 并言持戒行苦修 唯一般道俗所倾养 曾念法云似于洛阳晨曦 师又善于密法咒术 且神艳无比 能咒枯树生之夜 咒人便屡马 见者无不经补 洛阳嘉兰记卷四 P6238 谈摩南提 泛名Dharma Nandi 又座谈无南提 南陀 意义法系 都屈乐国人 又年出家 聪慧明明 便月三藏典籍 由首解增益阿韩 集中阿韩 身为国人所推重 前秦建元二十年 三百八十四 至长安 宇道安 诸佛念等 共义初中阿韩五十九卷 增益阿韩四十一卷 凡一百卷 义说九十二卷 为大部义经之时 师道御胜龙 颇受福间礼遇 及福间为姚长一杀 于后秦建初六年 三百九十一 为姚明译出阿玉王习 坏木因缘经一卷 又具历代三宝祭卷八所在 师令译出三法度论二卷 森加罗沙及金二卷等 但据梁高森卷一所在 姚长寇逼关内之计 师及词归西域 不知所终 阿韩二经后 由森加提婆教证 及经所传之经 增益阿韩经序 阿玉王子法义坏木因缘经序 出三藏祭集卷二卷七卷九卷十 历代三宝祭卷三 开元世教路卷三 P六千两百三十八 坦二 一千两百八十五 一千三百七十三 元莫灵纪宗森 浙江慈禧人 俗姓王 自孟堂 浩友安 六岁丧父 奉母命习儒 吉常智求出世监法 李凤化广法院良公为师 二十三岁 李叶长卢之雪亭传宫 替法受据足解 后文元首行端自中天竹寺 一柱林影寺 前往参业 大悟 四旗法 司内纪 任静山之书记 至元五年 一千三百三十九 住西于寺明贤圣寺 后宜住慈禧开寿寺 第四号 佛真文艺 至正十七年 一千三百五十七 师位瑞光愿之开山 八十二岁 编辑六学僧传三十卷 红五三年 一千三百七十 地照见众僧时 师位众僧之首 驻天界四 红五六年世纪 世寿八十九 六学僧传序 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 僧序传登陆卷四 佛祖纲目卷四十一 五登岩筒卷二十二 宋学士集卷三十三 批六千两百三十九 谈影 九百八十九 一千零六十 宋代灵纪宗森 杭州 浙江 前唐人 俗姓邱 浩达官 人称达官 谈影 十三岁 头龙新四出家 神情秀逸 博览群集 初礼业大洋景玄 学曹洞宗峰 后参与古影韵聪 四齐法 驻于润州 江苏 金山龙游四 弘阳灵纪宗峰 佳幼五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法腊五十三 建中靖国旭登陆卷四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七 连灯会要卷十三 五灯会员卷十二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八 世事姬古略卷四 批六千两百三十九 谈帝 三百四十七 四百一十一 又称之谈帝 俗姓康 先祖为康居国人 汉陵帝十来华 欲乱 宜居无心 十岁出家 所学吴诗 博文强记 便来内外典籍 常入吴之虎秋山四 开奖礼 亦春秋即法华 大品班若 唯摩等经 又善文汉 即唯六卷 后归返吴星 入昆仑山前修 凡二十余载 东晋一夕七年五月世纪 世寿六十五 这有会通论 神本论等 经接不传 梁高森船卷七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 广宏明纪卷二十三 初三藏纪纪卷十二 旭高森船卷一森 加婆罗船 红赞法华船卷二 P6239 谭尊 北齐森 河北人 俗姓陈 神采出众 善能讲说 初世法光为师 受巨族借钱 顿归入患 原位时任原外郎 二十三岁 觉至离俗 在意法光出家 此后精进不屑 该通三藏教典 深得朝野清养 七十岁时 举位国都 不久转任国统 后于夜都世纪 世寿八十五 P6239 谭谦 以三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二 南朝宋 其实代僧 祖先为悦之人 俗姓之 欲居健康 赌好佛儒 善谈老庄 功于书法 又善范碑 初注于指环寺 后移注屋依寺 与范叶相善 及范叶被诸 亦然挺身为之银藏 宋孝五帝文儿探赏 主臣下传送书 时物遗漏诗之行迹 这有识的经论之著书 于其建元四年世纪 世寿九十九 梁高森船卷十三 二 五百四十二 六百零七 随代森 柏林绕阳 位于河北 人 俗姓王 又从旧赴学六经 由众周矣 二十一岁 投定周甲和四 谈靖出家 初学圣满经 受聚足戒后 隐居灵律山靖国寺 颜独华言经 十的经 维摩经 仁家经 大臣起信论 等大臣经论 常研讨为时论 得心热病 梦时明月而遇 遂改明月得 北周五帝灭佛之计 师南奔建康 于贵周次使 讲君宅 或读社大臣论 意念动然 随初 入彭尘木 甚四讲社大臣论 伦家经 大臣起信论等 自此社论之学 传入北方 开皇七年 五百八十七 奉赵入经 庆祝于大兴善寺 夫阳社论 授业者达千数 开皇十年 文帝从其义 凡有森尼斯度者 并听出家 达数十万人 仁寿元年 六百零一 照全国造设立塔三十座 师寿命至其周奉全寺 四间造一塔 其后 覆赤各周建四 起造零塔 凡此皆师之力 后奉赵魏经师禅定四主 于大业三年世纪 世寿六十六 这有社论书十卷 吉伦家经 其信论 为时论 如时论等之书 另有九十章 四明章 华言明南品玄解等 凡二十余卷 然以全告一师 弟子有敬业 道哲 敬陵 玄婉 道音 明玉 敬宁等 旭高僧传卷二 卷十二 卷十八 卷二十 参阅 摄论宗 六千八百五十 批六千两百三十九 谭纪 四百一十一 四百七十五 南朝宋戴森 河东 山西永济 人 十三岁 头东山四僧 岛出家 少有气度 积物并举 经言诚实论与涅盘经 后自登讲座 刚为正法 开示卫文 听者乐福 大明二年 四百五十八 僧岛应孝五帝之请 止住建业中心寺 诗意随网开讲 深受道俗清养 大明八年 以耀元之地建庄严寺 奉斥与谭兵共住 元徽三年世纪 世寿六十五 这有七宗论 详述本无 吉色等七说 而加以论评 此书已散意 但于良代宝唱之序法论 中观论书记卷二所影 及藏之中观论书卷二末 皆载有其论意 又于《内典》 又于《内典》城漏章等书中认为诗乃道生之门人 其下父友道朗 即以诗为三论宗七代乡乘中之一诗 然僧传所载如前述,且师之门下并未言及有道朗其人,准此而论,内典陈漏章之说,孔系后世之俄传。 梁高僧传卷七弹兵传,卷八僧宗传,批六千两百四十。 谭耀,北魏僧 吉冠,僧族年军不祥 年少出家,原在梁州休息禅夜,为太子拓跋荒所礼众。 北魏太武帝废佛教,北的金像凌落,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师徒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 太子在三清家劝狱,仁密持法福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众之。 闻臣帝即位后,在新佛教,特任师为招玄兜统,管理僧众。 师于受命之后,随即僧众,整修四语,道玉日高,帝氏之以施礼,遂应帝之请,于五周山山谷北面时必开凿枯勘五所,每枯捐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枯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 雕士奇袖,又建立佛寺,称为灵岩寺。 此为大同云岗石窟之开端。 师又奏地于周震设僧子户,僧子宿及佛图护之志,以为兴隆佛法之资。 后驻于大同石窟通勒寺,和平三年,四百六十二,照吉诸德,一出大吉一神骤金二卷,进度三昧金一卷,复法藏因缘传四卷。 盖魏的大法德已在阵,毁坏之塔四人还修复,佛像经论佑的在现,师之功智据。 旭高森传卷一粒带三宝纪卷九,广宏明级卷二,开源市教路卷六,未舒适老至第二十,P6241。 谈矿,唐代森 健康人 出家后学成为时论、巨舍论,并入长安西明寺研究金刚班若经,大臣起信论等。 后至何兮,金甘肃五威,弘扬法义,这金刚班若经只赞二卷,大臣起信论广式极略数二卷,于敦煌座大臣百法明门论一纪一卷,大臣入道次第开决一卷。 唐大历九年,七百七十四,做大臣百法明门论开宗一卷。 上述著作近代在敦煌发现,收于大镇藏古一部,其身足年不详。 大臣起信论略数续,明纱于韵解说,P6241。 弹转,南朝流宋时代森,身足年不详。 诗与智蒙于姚秦洪十六年,404,自长安西行,曾于天竺华士陈访大致婆罗门罗月宗,于其家中德尼环经一部,另访的摩赫森指律等范本。 后海梁州,亦出尼环经二十卷。 梁高森传卷三,P6241。 谭称二教,指北梁谭无称依据涅槃经所立之伴自教即满自教。 谭无称以此二教分叛如来一代之圣教。 即,一,伴自教,身文藏谈理未辨,犹如自知一伴,故称伴自教。 二,满自教,菩萨藏谈理满族,犹如自知圆满,故称满自教。 华言经书卷一,P6241。 谭鸾,476,南北朝时代净土教念佛门高森。 日本尊之为净土五祖之初祖,又尊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 燕门,山西带县,人,一说并舟问水,山西太原,人,姓氏不详。 家境于五台山,常闻神机灵异之事,时于岁及登山出家。 苦竭力学,精通诸经。 常读大吉经,未知注解,书未成吉染吉,便求不至,其后,一日呼见天门洞开,其吉顿玉,乃八星球长生不死之法。 文人传言先方之学可常寿不老,乃往江南,于聚荣山访桃红景,从之寿仙金十卷。 归途过洛阳,夜菩提流之,寿的观无量寿经,乃尽弃仙学而专修净土。 东魏孝敬帝尊之为,神鸾,赤柱并周大严寺。 后驻坟周玄中寺,十网界山之音聚众蒋经,弘禅念佛法门。 诗间通内外典籍,四众轻浮,称其聚众弘法之所为,鸾公炎。 诗为后来唐代净土教之极大臣者殿下重要之基础,此外诗亦为当代著名之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制度论、学者、后世且尊之为四论宗之祖。 这有往生论著二卷,其书乃是清净土论之著世书。 诗结合印度佛教二大思潮之祖龙树与世清之思想,而将空宗思想注入净土教教理之中,颇受后世重视。 令这有赞阿弥陀佛纪、礼净土十二纪、略论安乐净土一等。 关于诗之祭年,旭高森传卷六位东卫星河四年,五百四十二,世纪于平遥山寺,同书卷二十道错传语往生西方净土瑞印山传中均有,其识谈卵法师,之语,家财之徒论。 本人下位为墨高森之初诗尤建在,又高森天堡五年,五百五十四,二月之太子造像名义出诗之名。 可知诗之事记印在北森天堡五年以后, 净土往生传卷上,龙书净土文卷五,乐邦文类卷三,佛祖统计卷二十七,P六千两百四十一。 弹鸾法师福气法,为道教养生经典。 福气法系道教养生术之一。 南北朝时代之净土教高森坦乱,年少出家,严修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制度论,与佛性学说。 曾因并求长生不老之神仙方术,从道士桃红锦坊的仙经石卷,赋育菩提流之,的观无量寿经一部,此后进气仙学,专修净土。 传奇以此经历而转成胎习法,福气法等道教养生术之书,然仪系伟作。 P六千两百四十二。 小了,仪彻底通达,了解之意。 冠顶经卷十二,大二一,五三三中,虽知明经不及中意,不能分别小了中式。 二唐代森,魏禅宗六祖会能知敌四。 好小了,住于扁丹山。 北宗之呼雷城转其塔名。 生族年不祥。 五灯会圆卷二,景德传登陆卷五,全唐文卷九一三小了禅师塔名,P六千两百四十二。 小宫四教,新罗元小畔士诸经所立之四教。 即,一,三圣别教,如四地教,元启经等。 所说卫生文,元诀,菩萨三圣所供学,其中二圣仅之人空之理,为明法空之理,与菩萨别义,故称三圣别教。 二,三圣通教,如班若经,生密经等。 所说卫生文,元诀,菩萨三圣所供学,三圣皆明人,法二空之理,故称三圣通教。 三,一成分教,如阴落经,梵网经等。 所说独卫一成,即菩萨不与二圣共学,故称一成,又以所说未能显现法之周边圆融,故称分教。 四,一成满教,如华严经等。 亦独卫一成,而所说具名法界之理,周边圆融,故称一成满教。 陈关于华严经书超玄弦卷四平之,为此四交与天台宗所立藏,通,别,元四交大致相同,所译者在于元小和别交与元教为一,而另加一成分教而已。 华严经碳玄纪卷一,P6242。 小云,1913,广东南海人,俗姓游。 别号清风。 早丹禅月,乐文词,是丹青。 广东文理学院,南中美术学院毕业,拜领南化组高建副之门下。 民国三十一年,1942,抗战期间,曾参加后方战时文化工作,后随中央文化协会底培兜。 35年游学印度,印度泰戈尔大学美术学院聘为研究员,并任教中国化学。 于阿罗平多哲学院研究古代印度哲学,便理佛纪。 41年返香港,创办云门学员及元全出版社,刊行元全杂志。 44年至47年环球之行,利欧、亚、美二十余国,与各国文教人士物坛,举行云门画展,应邀言讲禅宗与中国艺术等。 回港后,李天台宗坛虚为师,依指示门,法明能尽,自小云。 创佛教文化艺术协会,悉心推展佛教文教事业。 56年印华纲中国文化大学之聘回国任教,受佛教哲学、佛教艺术课程,创佛教文化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另创立莲华学佛园、华泛佛学研究所,以培养佛教人才。 此外又创办清凉艺展时余界。 曾应邀出席世界佛教艺术专家会议,二十八届东方学者会议等。 这有禅灵教化对现代教育之启示、佛教园林思想、印度艺术等书。 P6242 小谷,为,昏谷,之对称。 即天明时所打之谷。 反之,黄昏时所打之谷,称为昏谷。 即打之法为你身三身,四以一磅油缓而渐快速打一通,反复三次,最后杀身三下而止。 赤修百账轻规卷下法器章,参阅,昏谷,三千两百九十一,P6243。 小营,南宋林纪宗森,自重温。 邵壮行脚,便参诸方丛林,得乐大事,四法于大会宗稿。 晚年归影江西罗湖,渡门不语世皆。 绍兴二十五年,一千一百五十五,以身平见闻,与诸方遵素提私语,即有彭谈论之言,编绰著书,陈罗湖也录四卷,云卧祭谈二卷,为是所保。 集冠,身族年军不详。 明高僧传卷八,佛祖通载卷二十,五灯会员不宜,佛祖钢目卷三十八,P6243。 仙罗派,Syan,Mikya,西兰三大佛教派别之一。 为西兰佛教复兴运动领袖萨罗南加罗,Sara Akara,一千六百九十九,一千七百七十八,与仙罗森幽玻璃,巴尔普利,创于1753年,以坎迪,肯迪,芝摩尔伐多寺与阿斯杰利寺为中心。 该派发展至今,森家数最多,约占全国森家总数百分之六十五。 其后分位摩尔伐多派,马尔伐多,阿斯杰利派,阿斯杰利,居提派,卡特,宾多罗派,本塔拉,加耶尼派,凯利,此五派虽各自独立,不相同数,但一切绿一完全相同。 各派森旅领袖皆称摩赫纳耶加,大导师,及阿努纳耶加,副导师,由各派森旅代表选出,终身任职。 比丘皆属森家罗族之渠为加母种姓,主张礼拜佛设立而不拜佛像。 在政治方面亦颇有其影响力。 P6244 菊夫人念持佛,为日本光明皇后之母菊夫人所造之念持佛像。 只安置于法龙四经堂之菊夫人念持佛厨子内的阿弥陀三尊像。 该厨子高2.63公尺。 框座上部与该四经堂之天盖同行。 四念之菊夫有图绘。 念持佛及金童阿弥陀三尊,台盘为浮雕连池。 佛像背后置有三折屏风,上位天人浮雕,其因落之线条及为柔美。 此三尊像口端浮现效益,此极著名的,古桌之微笑。 其铸造技术及优秀,为日本天平前旗,白凤,之座表座。 本尊像高33.3公分,斜式高26.9公分。 日本国宝全集第47集,日本公益史概论,P6244。 橘四,位于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乡村。 本名佛头山上公愿菩提寺。 以其帝多橘树,故俗称橘四。 属日本天台宗四。 又称橘尼四,橘树四。 为圣德太子所建七四之一。 亦为太子之诞生地,相传太子于此讲说圣满经时,天降莲花,应感词其锐,故造此寺,历代以来即受尊崇。 另一说则称太子讲经之计,山上出现千个佛头,后世遂毫之为佛头山。 为屡遭火灾。 寺内藏有国宝及之佛像数尊。 批六千两百四十四。 树下时尚,为座于树下之时尚。 只是尊臣道之计,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端座思维。 后世已出家修行,或随缘油画,称为树下时尚。 禅宗之打坐功夫,不杂他事,为求向上依着,亦称树下时尚。 或用以形容全然不念世间名利。 与,树下录的,义语同意。 一出菩萨本起经,无量寿经卷上,高森法显传,大唐西玉记卷八,杂坛集卷六大树辟式,P6245。 树下座,范与VKA,MLA,巴黎与Rakot,MLA,Sansana,即止注于树下。 为投驼行者所应持守十二种投驼之一,四一柱之一。 五分绿卷四,大二二,二六上,若人从我求出家者,教行十二投驼,中略,分扫一,三一,随夫座,树下座,漏座。 四分绿卷四十八,大乘一张卷十一,参阅,十二投驼行,三百四十六,P6245。 树下四十二英元经,全一卷,三国无,知千亿,又称被多树下思为十二英元经,文成十二英元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为缘起圣道经之意义,然无列举八圣道之部分,仅记载十二英元。 批六千两百四十五。 树王,树中之王。 有二说,一,指菩提树。 二,指玻璃直多罗树,范Pirichitaka。 又称天树王。 意义为高变树,咒度树。 乃刀立天上之树王。 法华一书卷一,大五六,六七下,国自然言轻,如天树王。 中略,树王,玻璃直多罗树。 又据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九载,佛陀曾以玻璃直多罗树伸长之状态来便遇佛弟子。 此乃属八玉中之便遇余,义及佛陀说法,时莫皆以假玉显示之。 如,夜黄,比喻玉出家,夜落,比喻剔除虚法,乃至下三月,比喻三三昧,三十三天受快乐,比喻诸佛驻大涅盘,得常乐我尽。 长阿韩卷十八世纪经,法华经续品,天台四焦仪集注,P6245。 树提家,泛名Jotica,巴黎名Jotica,印度摩羯陀国王舍成人,亦说詹婆国人。 佛弟子之一,又作句底色家,书底色家,残底强家,书底色家,书题,数题。 意义心力,有命,火生,光明。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八载,詹婆成有大长者,年老无子,奉侍六师外道,以求得子。 不久,其妻怀孕,问于六师,六师皆言是女子,不偿命。 又问于佛陀,佛陀言必为男子,具足妙相福德。 六师闻之,因而极度,乃阴罗果。 和和毒药使母福之,为己而死,该长者乃鸡心火葬,食火烧死尸而复裂,子从中而出,端坐火中,佛陀遣其婆入火爆而,如入清凉大河中,爆而而还,长者父亲佛陀为之命名,佛陀为此而生于猛火。 亦说,范 geotis、英译树提,中,故取名为树提家。 另据光明童子因缘经载,树提家后至佛所出家,断除烦恼,振阿罗汉果。 树提家经,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十,佛五百地子自说本起经, 大庄颜论经卷十三,笔奈耶卷六,据舍论光纪卷五, 大唐西玉记卷9,P6245 树提家经,权益卷 留宋求纳拔陀罗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本经续说佛事实长者树提家往昔之因缘及布施之功德 又拔陀罗令亦有别本,亦称树提家经,亦卷,亦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P6246 树想,为观无量寿经所说十六观之第四观 又做宝树观,树观 佛陀在世时,有为提西夫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亦欲为来世之众生皆能往生极乐世界 佛陀遂为其树说十六种观法 其中,树想即为第四观法 乃观想净土之七重行树 一一树皆高八千尤寻 有七宝应世,诸往复其上 行行相当,夜夜相赐 生诸妙花,成七宝果 其夜千色,有大光明 照应三千世界十方国土 此即为树想 参阅,十六观 三百九十六 P6246 树经,指经典 以梵文经典多克于贝多罗树之树皮或树叶上 故经典称为树经 大洲兴翻三藏圣 圣教绪,福石年穷 树经无敏 P6246 树头,指禅林中管理山林树木之之森 禅林象器兼职位门 森堂青龟卷五列直 P6246 树初,日本真宗所立二双四重教叛之一 一,为,树初,之对称 一,他立经由赐地而出离生死之教义,称为树初 二,为,恒超,之对称 真宗于净土门之一行道中,复分恒超与恒初二道 于他立中以自立之心,修习,定散,之诸行 而身于方便之化土,称为恒初 若依弥陀之本愿,身性不宜,而往生真实之暴徒,称为恒超 于突超卷下,参阅,二双四重,两百五十一 恒数,六千两百四十八 P6246 恨死,只非因往世之夜果至死 而戏遭意外灾祸死亡者,称为恨死 又作非时死,不律死,事故死 共有九种,即,一,得病无一,二,王法诸禄,三,非人夺精气,四,火焚,五,水蜜,六,恶兽弹,七,堕牙,八,毒药咒剧,九,饥可所困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佛说九恒经,虚空菩萨问七佛陀罗尼咒经,P6246 恒来鸡,又作恒来新寿小鸡 为于世尊一代之说法中,为依次地听寿,而于中途文法之小臣修行僧 即佛陀对于此等积类亦不漏师,而师以种种善巧方便之教化 例如维摩经所说之小臣无常道,或天台宗五十叛教之第三方等时 即于大臣教义中混说小臣三藏之教义,以接引此等积类 P6246 恒粘,禅灵用语 指师家之粘提平是纵横自在 又师家指导学人时,能纵横收放,自由自在灵活运用之方法 称为恒粘束放,恒粘道用 枯牙慢路卷上,P6247 恒粘束指合掌,为密教十二种合掌之一 又称体理也 即合掌之时,二掌上仰,两手中指指头围曲互接 大日经书卷十三,大日经义士卷八,参阅,十二合掌,三百三十六,P6247 恒背,指批七条一时,令外负于右肩之一 又称恒批,恒沛,恒皮,恒尾,恒带 教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一二十十法条,大四五,八七一中,这七条,当令恒批共一领其,直下壁上,半腹肩薄 据宗朝元照之佛至比丘六悟图在,P于左肩之一,称为指之,腹于右肩之一,称为腹肩 又真言宗持悟图是在,旧律比丘尼五一之中,有指之,腹肩二一,而无恒背之一,故为恒背细律宗后世之一说,乃指指之,腹肩,或其他之一 和尚数二说,故之谷之腹肩一即现称之恒背 竟是日本净土真宗等所批之恒背,其长约五尺,宽约一尺,两端有钮,而挂于右肩,于左胸前打结,然后附于其上批七条一 颜色与剪裁均略同于袈裟 四分律形式超姿持记卷下一,南海记归内法船卷二,显密威仪便缆卷上,法体装束超,P6247 横挂落,日本佛教所用夹杀之一 挂落又称挂子,落子 经日本禅灵所者用之挂落分为二种,一,小挂落,井挂于井,多用于作物等时 二,大挂落,即横挂落,乃于简略之仪式时所批挂,以代替袈裟,而横批于肩上 P6247 横超,日本净土真宗所立二双四重教叛之一 只不需经次帝皆为而肃及顿入无上大涅槃之法门 即弥陀本愿真实之一 我国净土宗祖师善导依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二七四中,横劫五恶去,恶去自然必,之一而说 横超断四流,即含有顿教一臣之一 日本真宗开祖清联臣其说 为横超者,即选择本愿真实暴土及的往生之一 一己于弥陀之本愿深信不疑,应其愿力而修行 一心不乱,于命中后直接往生真实暴土 以横超乃界佛之本愿他力,故称佛之本愿为横超大誓愿 又由本愿力回向之金刚信心能横劫五恶去,超正大班涅槃 故称横超金刚心 观经悬一分,善导,教行性正卷三,险净土真实性文类 险净土方便化生土文类,于突超卷上,为性超文艺 参阅,二双四重,两百五十一,P六千两百四十七 横超大誓愿,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第十八愿 此愿为四十八愿中之最重要者,故又有愿亡之称 弥陀誓愿设受十方一切众生,由性者一念之愿力,即出身死海,而超正佛果 净土论,世青,正信念佛纪,参阅,四十八愿,一千六百四十,P六千两百四十七 横超之道,指日本净土真宗所主张依靠弥陀他立之本愿,不经次第皆为等迂回之法,而超越五恶去,宿急误入无上涅槃之之道 P六千两百四十八 横超会日,一千九百零六,日本佛教学者 爱之献人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 历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大古大学教授,大古大学文学部长等 并曾领受紫寿包张 主要研究六朝佛教思想,以,广律传来之前的中国之戒律,或文学博士学位 为日本佛教界中研究中国佛教的权威学者之一 这有中国佛教研究,涅槃经,法华思想,法华思想研究,并编有北魏佛教研究一书,又与周桥一栽等人合编佛教学词典,综合佛教大词典 P6248 横杰,为横断三界五去生死之流,而往生于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四中,一个情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 横杰五二去,恶去自然必,生道无穷极,P6248 横数,即横语数 与,纵横,同意 有二亿,一,以次地位数,不依次地位横 二,以于时间位数,于空间位横 如选择决一超卷三,大八三,六九上,若横若数,聚足三心行念佛者 百千皆生,万无一师,是取次地,不次地之矣 又显明超载,光明无量,乃横显十方,利益无边,寿命无量,乃数是三世,化导无限 此说是以横数表空间,时间之矣 磨合纸观卷一上,卷五上,法华经旋意卷二上,华严经随书演义超卷二十二,石柱心论卷十,较形性正文类卷三,卷六,P6248 桥流水不流,禅灵用语 形容超越一般常识见解之境界 盖以常识之立场而言,应试,水流桥不流,经则即,桥流水不流,之转语 形容转换常识为一世以前之境界,一级超越一己之分别之觉,而非可思维之境界 与,东山水上行,青山长运步,等于同意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大五一,四三林中,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流,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人家诗资计,P6248 桥梁,为以桥梁之寿人践踏,比喻千公碑下而忍受他人之五满 诸为摩羯经卷七,大三八,三九以上,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 中略,严其千下,为物所灵剑,忍受无漫,犹如桥梁 P6248 姬,根姬,姬缘等之意 姬具有预缘而发动之可能性,以及看受佛陀教法之素质能力 或指佛陀说法之对象 姬与法,教并称为姬法或姬教 佛陀随应姬类说教,称为对姬说法,教法气和根基,称为对姬 姬成为说教之缘,称姬缘 姬感应教法,称为姬感,佛陀应姬,称为佛应 姬感应,姬与佛应合称感应,姬与应合称姬应 佛陀随时应姬而做事以之教法立意众生,称为当机义物 此为天台宗五时之中,法华以前之四时,乃令众生姬根成熟,受原教之义 此外以水比喻众生之姬根,称为姬水 佑禅宗将姬认为是指导者,师家,心之作用 因为姬乃绝言与思虑者,此作用师家于受教者之心 故接受指导之学人必须与师家之心相应,此即为投机 法华玄义卷六上将,姬,之语义分为三种 一,为,由于佛陀之教化,而内心发动些为之善 二,观,佛陀随应众生之素质能力,而师其教法,即佛陀之随应与众生之姬有关联者 三,以,与佛陀之教化相契合 姬必须具备某种根性,根本性质,资质,故称,姬根,或,根基,其种类极多 姬类,姬品,可从各种不同立场加以分类 例如,一,欲修善法者,称为善姬,欲修恶法者,称为恶姬 二,以素质能力之高下,力顿而分上,中,下三姬,三姬复可分位上,中,下,称为九品姬 三,信仰大乘佛教者,称为大姬,信仰小乘佛教者,称为小姬 四,立刻即可开悟者,称为顿姬,经过一定之阶段,使能见次开悟者,称为见姬 五,直接接受真实教法者,称为植入姬,直径姬 反之,如先接受方便教法而后使能接受真实教法者,则称于回姬 六,不依现世之善业,而依过去所修善根之力量者,称为明姬 反之,依现世之身,口行善,则称为献姬 七,正气和于该教法者,称为正姬,反之,则称棒姬 八,佛陀说教时若无受教之对象,圣者即权移变化成为受教之对象,称为全姬 如有实在是和该教法之听众者,则称时姬 此外,各宗各派依其教理而将姬类分为多种 例如,天台宗于小陈姬中,使自参加路也愿知阿含说法 然后见次接受高深之说法者,称为数入姬 反之,不以此种形式而直接听闻高深说法者,称为恒来姬 随代性行之三阶教,从十、处、人三个观点将姬分为三阶 第三阶之姬,旨在佛陀入灭千年之后,生于会土者 此种第三阶之姬系善恶邪正皆为邪的不解脱之众生 其中复分为利根,顿根二种 此二类即称为身盲众生,乃接受普法之对象 密教将姬分为险,密两大类 在密教姬中接受结缘灌顶而未能如法修行者 称为结缘帮姬,正受密教能如法修行者 则称正所备姬 右正所备姬复分小姬,有相列会姬,与大姬,无相胜会姬 两种 小姬指由险教入密教之迂回之姬,即指入密教之直往之姬 至于大姬,从发心修行到正德之阶段 应其经过阶层之多寡,而分为修行分阵之姬 地前地上共分阵之姬与即道之姬三种 以上密教之姬系别则有六种,加上总称三种 正所备,小姬,大姬,则为密密之九姬 净土宗一冠无量寿经,将姬分为定姬,定善姬,散姬,散善姬,二种 于散姬中复利费力,助阵,磅阵三种 废弃诸形而仅专修念佛异形的费力之姬,称为正姬 日本净土真宗配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等三愿 而立正定据、斜定据、不定据三姬,又立恶人正姬之说 真宗认为恶人才是被度化之对象 日本日联宗将姬分为直姬,杂姬二种 纯粹受学法华一臣之姬者,称为直姬 直姬又分顺,逆二元 其中逆元棒法者为本门成佛之对姬 杂姬一分位在世八姬,画一四交姬与画法四交姬 灭后三姬,正、相、末三十姬,二种 法华文句卷五上、卷十下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大臣其性论意记卷上 法华玄义是千卷十二 世净土群一论卷三 华言玄谈卷七 P6249 基用 禅灵用语 玄姬妙用之意 大彻大物之禅灵师家 以主杖、首饰、或棒喝等超越盐全之方法 法教化学人进入深禅禁地 称为基用 六祖惠能以后流行瓷锋 其中 马祖道医、百丈淮海、黄渤西韵、灵济一玄等皆以基风俊列著名 灵尖路卷上 万绪一四八、二九四下、独江西石头而下 朱大宗师以基用应物 观其问答 明信然令人作税 马祖道医禅师与路 百丈淮海禅师与路 景德传灯路卷九 虚唐和尚与路卷三 碧岩路第四则 五灯会圆卷三 P6250 鸡仙、禅灵用语 右坐鸡前 原指示鸡之仙照 禅灵中 形容一念未动 一言不发前之状态 意味于无人分别情 时尚未启动之前 与、天地未开之前 为同类用语 如敬和尚与路卷下 大四八、一三一上 捏住乾坤粉一团 大人刚被小人瞒 鸡仙若聚鸡仙眼 走杀从交起性端 P6250 鸡儒 鸡儒、一千六百三十二 明莫灵纪宗森 上海人 俗姓潘 好古灵 又极有志出家 十六岁丧父 岁头唯一替法 为酒 餐叶二隐行密 姓空行真 后餐里偶安之竹安真眼 并四其法 康熙九年 一千六百七十 住持苏州京树镇之莲华禅院 有莲华古灵禅师与路四卷行事 冀年与世受军不详 仅知康熙十九年十 师年四十九 武登全书卷一零二 P6250 基建 未随机感建 盖众生之基根不同 所建之国土或佛生意义 此皆随机而感建之故 宗靖陆卷二十一 大四八五三二上 他受用及变化二土正正于前 亦相似明同 而随机建议 P6251 基仪 为众生皆有善根 故若欲度化 则随应其基 而师之以示仪之教法 法华玄义卷一下 大三三六九以上 夫教本应基 基仪不同 故步步别义 成为十论数记卷义本 必言录第八则 P6251 基性 指众生之基根性智 盖佛陀说法 乃随众生根性智不同 而未演说教法 金光明最圣王经书卷一 大三九 一八三下 佛若说法 必等心词观 是笔基性乐欲愿文 令其各位读位己说 金光明最圣王经卷一P6251 基法 基与法之并称 基 根基 法 教法 法为能被 能化 所信 及法能被基 能化基 为基所信受者 基为所被 所化 能信 及基为法所被 为法所化 能信受法者 此二者相对而不相离 P6251 基法一体 为日本净土宗西山派及真宗之用语 此乃根据善导观经书玄一分之六字式 而来 基为众生或众生对佛之信心 法为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救度众生之佛力 亦指众生之基于弥陀之教一体不耳 西山派认为 为拯救众生而开悟的阿弥陀佛之慈悲心 及众生的以往生极乐世界之因 阿弥陀佛之慈悲心常作用而不离众生 故祈求而称念 难无阿弥陀佛 知众生心与阿弥陀佛之慈悲心成为一体时 使成就 难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之形体 此种关系称为基法一体 真宗主张 佛欲救度众生之慈悲心 以 难无阿弥陀佛 知名号显现之 众生于其名号即以成就信心 因此信心与佛立于名号成为一体 故称基法一体 又当其名号转位众生之信心时 众生之凡心与佛心成为一体 此种情形特称为佛繁一体 安心决定超卷本 愿愿超 汉光类聚卷一 观精定善意密超卷四 P6251 基药 基 书基 药 精药 又做药基 畜高森传卷四 大五菱 四五七上 即空有之精为 体身灭之基药 洪至禅师广路卷八 大四八 九八上 佛佛药基 祖祖基药 不处视而知 不对缘而照 P6251 基根 指教法所备之基 又指人之根性滋质 又做根基 或做根基 含有修行能力之义 二教论卷上 大七七 三七五上 文随直见影 一竹基根线 是磨合眼论卷一 参阅 基 6249 P6251 基能 1618 明墨灵记忠森 湖北黄岗人 俗姓康 自天泽 好尽善 又投安国四剃法 于姓严寿界后 便参难者 李叶龙池四万如通围 而于道场山万寿四支山翁道稳坐下 深得其傲旨 后归易水 于与其山住安而居三十余年 复文山夺真在于华桂山湖北 能仁四开法 遂网夜而成四其法 纪年不祥 仅知康熙十六年 一千六百七十七十 师年六十 这有天则能禅师与路易卷 P6252 姬教 指众生之姬与佛陀之教 为众生之根姬各异 佛陀乃随其姬 施以深浅之教 人家阿拔多罗宝金筑解卷四上 大三九四零六下 若有缘不说 则叫法不立 叫若不立 则大小成姬无修正之分 如是则孰未能度 孰未所度而建立基教 法华文句卷一上 华言玄坛卷四 安乐极卷上 P6252 姬教相应 指佛陀之教法 与众生之根姬相应 契合 又作姬法相应 实教相应 在中国、日本等地 姬教相应之说 随末法思想之盛行 而欲加兴盛 P6252 姬感 姬、姬类、姬 感、感应 为众生皆为具有善根之姬 能随姬感应佛之化道 而佛义能随姬应之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大三五、一零八中 姬感相应 有形言线 法华文句卷一上 从容录第七十一德 批六千两五十二 姬、禅灵用语 旨气和神妙姬法之语句 盖说法有气理 气姬二者 文艺具名 称为李 妄言毒气 称为姬 山眼杂鹿卷上 万序一四八、一六八下 至近山见五准 姬与香头 融入式 欲受藏主职 幼禅灵中 诗家皆化学人 或二诗相互勘验时 未方便之故 以种种巧妙功夫 设下蕴含计谋之语句 则称为姬犬语录 郑周灵纪会照禅诗语录 大四七、五零零上 被学人捏出个姬犬语录 向善知识口脚头窜过 看耳识不识 洞山物本禅诗语录之语 批六千两百五十耳 姬探协议 日本佛教用语 为日本净土真宗所称 旧二识协议之一 净土真宗称为被祖师传承之法 一位协议 获益安心 日本安永七年 一千七百七十八 左右 真宗本院四派学者 列举宗内之协议一端二十种 及旧二十协议 后南西更及新二十协议 总计四十 此积探之协议 盖为我被彼露凡夫罪恶身重 理应身自私为 然此时为本愿之政机 因而必得往生 虽依赖弥陀之宏愿 亦如水中作画 非能永续 故无需依赖弥陀 而仅需自探根基彼露即可 此一主张 与新二十协议中之为性基 在心香上 甚为雷同 P6252 基缘 基 根基 缘 因缘 众生之根基 具有皆受佛 菩萨等教化之因缘 称为基缘 凡说法教化皆以基根之 纯属纯属为缘而起 此外 禅宗师家教化弟子时 即强调顺应各种基缘而施行其教法 正周灵纪会照禅师语录 大四期 五零零中 耳看眉毛有几经 这各具基缘 学人不会 便极心狂 金光明最圣王经卷一 六祖谈经基缘品 法华玄义卷六上 P6253 基缘 禅灵用语 又坐禅基 基 只受教法所激发而活动的心之作用 或止气和真理之关键 基仪 封 只活用禅基之敏锐状态 异味师家或禅僧与他人对基 或接化学人时 常以记忆深刻 无迹象可循 乃至非逻辑性之言语 来表现一己之境界或考验对方 灵间陆卷下 万序148 317下 云眼大称赏之 为其疾风不减英少五 又形容疾风尖利敏锐 令人近未远离 称为疾风俏郡 十夕新月禅师与陆卷上 万序123 22下 若为师公 见解玄为 疾风俏郡 正式高荒良衣 P6253 鸡鸡 禅用语 指师家之鸡 与学者之鸡 又师家与学者之心 因地相契明和 称为鸡鸡相应 鸡鸡相父 鸡鸡头和 碧言录第五十则 大四八 一八五中 渡月阶级 超觉方便 鸡鸡相应 巨巨相投 P6253 鸡鸡 鸡指众生之鸡根 鸡 指如来之鸡鸡化岛 以众生皆有善根 故佛随机而应 法华文句卷一上 大三四 三下 性则论基 见则适应 宗静路卷三十七 P6253 鸡关 禅用语 指师家为令学人的物 而顺应其根基所设之鸡法 一级所谓之鸡案 画头 或棒喝等 禅门之师家常以骨则公案 一喝一磅皆化学人 称为机关 闭言路第四十二则 大四八 一七九下 雪团打 雪团打 旁老机关 没可把 天上人间不自知 眼里耳里绝潇洒 闭眼狐森难辨别 从容录第四十九则 批六千两百五十三 鸡关 木人 比喻五蕴之虚假 木人 傀儡之义 人之身心系由五蕴甲和和而形成 无有自信 犹如傀儡 故以机关木人欲知 大智度论卷六 大二五 一零三上 都无有作者 是是是唤耶 为机关木人 为是梦中是 永家正道歌 批六千两百五十三 历代三宝记 凡十五卷 随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费长房传 又作开皇三宝路 开皇路 三宝路 长房路 房路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九册 本书为佛教传入我国后至随代之弘法记录 亦为一经语著作之目录 此外 令附有佛家传记 全书共分四部分 一 前三卷位帝王 包括自周至随各朝济年 乃佛教史大事 如将佛陀诞生之年推定为周庄王十年 六百八十九BC 二 四九卷位各代一经编年史 既有 卷四后汉路 卷五位无路 卷六西晋路 卷七东晋路 卷八前晴后晴路 卷九西晴北梁位齐晨路 卷十送路 卷十一齐梁州路 卷十二随路 每卷前阶有序论 四列经路 依次负义人略传 三卷十三卷十四分别为大小乘路入藏目录 共收佛点1076部 三三二五卷 四卷十五位上开黄三宝路表 全书总目录 梁代僧又所传之初三藏记及详细载路南朝诸经 相对于此 本书则详载北朝诸经 此为本书之特色 亦为研究随代佛教之重要资料 本书另一特色 于纪年中特崇南北朝之齐梁 而匾处北魏 齐边年之先后魏 晋、宋、齐、梁、周、随 此种体力异于资质通建以前之始家 而反映出随人之一般心理 故于历史学上有待补足之资料极多 此外 本书资料有部分物影 且于边选入藏路 大小陈经路等之准则一间有偏物 如大唐内典路卷五级积之为 瓦欲相谬 开原式教路卷十亿平以 事实杂谬 又本书将其前之两大经路 及福秦道安所编之宗里重经目路 梁代僧又所编之初三藏记及所载路 亦千余不知诗亦经典 亦者亦名之经典 大半配属于安世高等古代亦经家之名下 此一做法 已超乎长情且证据缺如之故 为现代学者如日本小野玄庙等人所诟病 旭高森船卷二达摩吉多船 大藏圣教法保镖木卷九 随书经集至第二十九 唐书译文至第四十九 佛书解说大词典佛典总论第二部第二章 小野玄庙参阅诗艺经典 1881P6253 优优独播剧场所合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